很多的回味都在跟铁路局跟火车有关系 以前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要去搭火车 因为搭火车有可能就是要去远足 要去郊游 当兵回来要搭火车 才可以从草岭隧道过了之后 看到美丽的龟山岛南洋军园 所有的机遇都在铁路运输里面 所以我们要庆祝这100周年 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功与所有的德 我们看到这么好的一个资产 我们在大家共同经理之下 有很好的一个成果 这次通车100周年 特别在各个车站都有规划相关的活动 在宜蘭火车站停留的时间最长 所以施工所规划的一个活动 只要搭上火车的通通有奖 那一天我们施工所也准备了精彩的节目 要跟大家来共享 尤其有很多的日本宾客都来参加 这次的一个活动 绝对会让大家充满了一个更好的回味 这一些回忆将成为我们继续成长的一个动力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